美国众议院计划本周就一项短期政府拨款法案进行投票 以免2月18日之后联邦政府陷入庭法 一位知情人士称 法案如果通过将支撑政府直至3月11日 以便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更多时间 就完整的1.5万亿美元拨款方案进行更多谈判 自10月1日2022财年开始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靠着临时性支出法案维持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于支出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民主党人要求将国内社会福利支出增加13% 共和党希望国防预算也有同等幅度的增长 并敦促民主党放弃一系列政策调整 最新的权宜支出法案预计最早于周一公布 众议院最快于周二投票表决 如果如预期所料获得通过 法案将进入参议院 由于拜登大规模的税收和支出法案 在参议院已基本陷入停顿 该权宜支出法案近几周获得了新的关注 美国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库默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在因性骚扰指控辞职近六个月后 他最终被证明无罪 所以他会考虑对针对他的不实指控提出诉讼 并有可能会再次竞选公职 据国会山报2月7日报道 库默的采访是在五名纽约地区检察官 驳回了所有针对他的性骚扰指控之后进行的 虽然有检察官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他的指控完全没有可信度 但是库默表示 去年有关他对11名女性进行过性骚扰的指控 最后都被证实为假的 在其个人认为针对他的调查完结之前 他不会谈论自己的政治未来 他会首先考虑起诉针对他的不实指控 以及对指控他不法行为的人的可信度发出质疑 库默此番言论主要针对纽约州总检察长 莱蒂西亚詹姆斯和他的调查 詹姆斯的调查报告致使顾默于去年8月辞职 2月6日据ABC7的报道 加州城县汽车盗窃专案组警告居民 自去年夏天以来 一个网络骗局已导致全县大约50辆汽车被盗 城县警察局警官瑞安安德森表示 这段时期经济低迷 犯罪分子正想发设法利用那些缺钱的人 嫌疑人可能在Facebook Cracklist分类广告网站 或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则广告 号称有这样一份工作或一项任务 只要人们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就能挣到高达5000美元的酬劳 此类案件通常涉及用受害者的车辆来运送物品 嫌疑人在公共场合会见受害者 称需要借助他们的车辆来完成工作 安德森警官说 嫌疑人称要装载货币和一些产品 车辆将在大约一个小时后归还 于是受害者将钥匙交给嫌疑人 但车辆有去无回 受害者的车就这样失窃了 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 警告公众注意这一骗局 并指出居民可以向城县犯罪阻止者组织 匿名提交相关情报或信息 由于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进行军事集结 2月7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赴克里姆林公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马克龙表示 欧洲大陆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开始缓和局势 并补充说 这种对话对于确保欧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来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他还敦促对普京采取比美国和英国更缓和的态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赞扬法国试图解决欧洲安全的基本问题 访问莫斯科之前 马克龙6日致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并将于8日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另一方面 7日上晚 拜登将与德国新任总理奥拉夫·舒尔茨举行首次会晤 以期加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反应 而舒尔茨预计下周到访莫斯科与普京见面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后 吉祥物冰敦敦火了 在许多奥运特许商品店里 冰敦敦的百件早已卖光下架 2月7日 北京东四冬奥商品零售店内冰敦敦已销售一空 柜台仅剩一支纯金冰敦敦 店员表示 金敦敦价格为33950元一支 随着金价的波动 此前价格为28500元 店内的这一支正要往其他店调 已被人定了 已经抢到的人表示 有敦在手真幸福 更多人感叹 实现冰敦敦自由太难了 奥运会官方纪念品向来是稀缺资源 况且北京冬奥会恰逢农历新年 新春假期工厂休假 供应不足的现实 也客观上增加了这种稀缺性